我们经常使用巴斯消毒液消毒,那你想过没有?这种消毒液主要是靠绿酸钠为主来消毒的,成分里并没有巴斯这种东西,那巴斯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? 其实说起巴斯消毒液的诞生,就不得不提1983年在上海流行爆发的甲肝了,当时我们国家为了避免恐慌,决定要制造一种可以在家里就能消毒杀菌的产品。 在一年后的1984年,北京的一家传染病医院研制出了一种符合国家要求的消毒液,并获得了北京市卫生局专家的肯定,便用它诞生的年份给它命名为巴斯肝炎洗消液。 后来一想,它可以消除的可不只是肝炎病毒,叫这个名字未免有点大才小用了,于是便改成了巴斯消毒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